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生活从哪里开始 家屋市的主人不见不散 关注家屋市的主人 微信公众号 进群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专家嘉宾 一对一的专属回答 惊喜福利 关注家屋市的主人抖音 专家达人随时陪伴 更有惊喜福利 等你拿哦 本节目由懒人健康 开带及时的魅力厨房 新米粥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方泰水槽洗碗机 幸福呈现 你家水槽该换了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首档 专门为8090后的新一代妈妈 打造的品质生活指南节目 家屋市的主人 我是小亚 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四的傍晚 又和我们相约在这里 关注家屋市主人的微信 就有机会进群和我们的专家 达人线上互动 更多的福利等待着大家 那首先呢 还是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周周老师 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周周 也是一位八岁男保的妈妈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 就是产后妈妈如何无忧的生活 周周老师 那您都说了自己是八岁孩子的妈妈 对 您当年有没有忧的时候 有 那是真的有 而且我相信我忧愁的也是 所有妈妈可能都会尽力的 感同身受的东西 对 比如说关于宝宝 宝宝的吃 喝 拉 撒 睡 他的穿衣 洗澡 出行 等生活各个方方面面 都是妈妈的关系的 我发现你的整个生活都被颠覆了 是的 因为它关于它每一个细节 你全部都要考虑到 对 是的 然后再关于到妈妈自己 因为现在关于坐月子 有特别多的说法 对 因为信息太多了 所以不知道怎么选择 就是大家会或多或少地 接触到一些什么东西 在月子期间一定不能吃 对 其实老一辈做月子的方式 它其实可以说是符合它那个时代的 但是跟我们现在其实并不太合适 就有限已经变了 对 如何科学做月子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妈妈关心的 然后在生产好之后 就是因为内分泌的关系 产后的情绪要如何调理 这个也很关键 然后妈妈产后恢复应该怎么来 然后还有妈妈关心的产后体控 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都是很关注的 体控是什么 体重控制 这是你们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体重控制 体重控制 对的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第一条树洞 有位朋友说 以前孩子吃夜奶想睡睡不着 现在好不容易不吃夜奶了 可是我反而开始失眠睡不着觉 感觉生物中很难改过来 怎么办 感觉它好惨 对 已经被孩子强迫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乱掉了 对 其实关于快速入眠 我们之前做过分享的 那次我们做了一个关于白噪音助眠法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对吧 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好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失眠的问题 但是你们知道吗 有的时候噪音也可以帮助我们入眠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白噪音 海浪的声音 下雨的声音 你看咱们人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无时不刻 都是在接收着周围的声音信号的 对啊 对啊 就是绝对的安静它是不存在的 那像这个白噪音本身 它其实可以有一种屏蔽的作用 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它可以屏蔽出那些 屏蔽掉那些让我们觉得很突出的声音信号 从而减少大脑对于这些声音的刺激的这种应激反应 我们其实也收集了一些啊 大家平时也可以在日常的这个手机上搜索一下白噪音 然后去感受一下 你要不要现场试试 我要试一下试一下 来来来我们来段白噪音 好 我这个时候真的就应该摸在被子里 是吧 就是它不是雷震雨了 也不是那种暴雨 但就这种稀哩哩哩的小雨的声音 对 就会带给我们很多这种想要睡觉的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抱着最爱的人 对啊 在爱里睡着 好爽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思想时刻呢 就跟大家分享白噪音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思想时刻 咱俩的这个超有质量 对啊 就特别好 这咱们不能不露一手啊 全所未有的好 超越以往的思想时刻 对 所以 真的 回去之后手机上下一点试试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周六老师 那是我难得的推荐一次 怎么样 其实真的很不错 尤其是像妈妈 她可能之前生物中打乱了 白噪音真的是一个很 一个神助攻 让你放松 对 放松 并且呢 你把你就是 整个睡眠的环境调整一下 比如说宝宝已经睡着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把房间里面所有的灯光 全部都熄灭 熄灭 对 因为保持一个像 洞穴一样的环境 特别的暗了 为什么是洞穴一样呢 回归原始人状态嘛 就是因为整个 就是环境一点灯光都没有 其实会促进咱们身体里面 推黑素 对对的 因为它是光敏的 对对对 它见了光之后 它就停止分泌了 对的 这样的话 妈妈会更容易入睡 然后这时候 自己再放一点白噪音 会更好地入睡 对 确实好像人们说 只要睡好了 其实一切其他的东西 都会好很多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顿枕就要解决 对对 对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完全可以重新开始了 对吧 对 那除了我当时推荐的那个方法 我们那期嘉宾 还带来了一个 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接下来也来 系统学习一下 好 挑一个好枕头 睡觉不用沉 其实有很多朋友的误区 其实是觉得枕头枕头 枕的是一个脑袋 但是其实它枕的是我们的颈椎 因为我们要选的 无论是高度 还是一个柔软度 都是要适合让颈椎 保持一个身体弯曲的状态 好的 嗯 那这样光瘦不练 你们也没有办法感受 假把式 对 要不我们这边有没有床 我们家怎么会没有床呢 那主人上张床 我来亲自找一个睡美人演示 好的 来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手里的图 这个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身体弯曲 脖子是这样子一个S型的 右边呢就是你现在的情况 这边我比它更严重 这个是已经是身体垂直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枕头和身体的一个关系 现在看到我们的睡美人 它的下巴 看到没有 这边的下巴 它和这一边是完完全全一个水平的状态 其实这就是一个最舒服的枕头的状态 所以它哪怕侧卧 你可以侧卧一下试试看 在边缘部分侧卧 这个蝴蝶枕很高 这个会高一点是吗 对 它的侧面 这旁边是偏高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侧睡的时候 枕头就是要把这块地方架住 不能让你的脖子腾空 它要有尖的这个高度 所以要有尖的高度 女生的肩宽一般是在39到42之间 去掉一个脖子的宽度 基本是在13到15 所以要找这样子一个合适的枕头 才最舒服 如果我们过高的情况下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会怎样 来宝贝 抬起头 过高 你看 它现在整一个脖子是这样竖起来的 那你想这样睡了晚上八小时 最后你的脖子是有多酸 所以各位 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什么叫做 高枕无忧 高枕无忧 然后我们再试试看 完全没有枕头 这滴下来的样子 对 非常的累 也就是枕头过低的时候 你看这个颈椎在侧弯的时候 是这样子倒弯的 它是放下了 然后睡觉的时候它就变直了 这个其实是现在最好的一个蝴蝶枕 因为它是中间这样子一个凹 因为我们其实脖子的那个仰卧和侧卧 需要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中间有这样一个架住颈部的一个凹陷 然后在两边呢 又是有比较高的位置 让你在侧卧的时候 完全顶住了你颈部和肩部的这个宽度 这个好重要 谢谢 谢谢小艺 枕头买好了 关键是要睡着了 对 所以有什么好的快速入眠的方法 刚刚你说 就是海军快速入眠法 什么海军快速入眠法 就是海军 它经常会用的一种快速入眠的方法 今天大家待在国外呢 就会要求他们的飞行员 就是飞行员也是 要求他们能够快速睡眠 就是这个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入选的一个标准 只需要两分钟 好的 但是需要五个 不久成功率高达96%以上 这些五个 你太棒了 那我们来让波叔来跟着我一起 我的指引一起来 如果说波叔都能够青色有效的话 那么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定对你们也有效果 我们来好好看一看 第一步呢 我们要先躺在床上 有意识地放松你的脸部肌肉 包括头皮 舌头 下巴 还有眼睛周围的肌肉 如果你感觉皱眉了 就要放松你额头的中央区域 第二步 尽可能压低你的肩膀 这个步骤帮助你伸展并缓解你脖子的紧张感 放松你的一只大臂和小臂 最后让你手和手指全部放松下来 感觉被催眠了 第三步呼吸 放松你的胸部 让你的肺部充满空气的感觉 放松你的双腿 先放松大腿 接着放松小腿 最后一步 叫趁低整理你的思绪了 你想象一个画面 例如刚跑完步 摊在床上 就好像把身体放进床垫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你的意念 引导自己对吧 然后场景的想象 一种放松 我现在有点不大想起来 虽然我没有这么睡着 你可以继续躺着 虽然我没有这么睡着 对还有一个叫做478睡眠法 这个方法它可以有效调节呼吸 其实所有的这些睡眠方法都是通过调整呼吸 你的呼吸顺畅了 你的大脑供血供养足了 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非常简单 用舌头顶住你的上颚 然后用鼻子吸气4秒 一 二 三 四 然后憋住气息7秒 然后用嘴呼气 把气吐出来8秒 这是一组动作重复4次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我是憋晕过去的 本节目由懒人健康开带即时的 魅力厨房薰米粥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方炭水槽洗碗机幸福呈现 你家水槽该花咯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独家探班幕后专访 抢先看 其实我觉得那枕头真的很好用 是吗 我当时回去之后我也买了一堆 就给家里所有枕头都换了 然后现在真的是 以前的老枕头 左边放一个 右边放一个 像你说的那种洞穴一样 我被包围在中间 然后再振着我那个新枕头 真的可以睡得很好 连梦都不用做了 对的 这像枕头的话 其实妈妈有的时候会想说 小朋友是不是需要枕头 对吧 小朋友应该要的吧 要 其实小一点的小朋友 是完全不需要的 因为他背后的那个第一个生理 他的就是紧过的生理弯曲 还没有形成 所以小一些的小朋友 他其实是不需要枕头的 而且枕头过高其实是个风险 因为很有可能引起窒息 因为他如果不小心翻身之后 枕头过高会影响他的呼吸 所以小一点的小朋友 小婴儿这些 其实是并不需要枕头的 天哪 又学到了 天哪 周老师 真的 为什么每次做节目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好无知呢 因为你们有宝宝了 如果你有了宝宝 相信我 你一定会是个百科全数 我竟无言以对 我跟你讲 人们都说要做个学霸 我现在真的是立志要努力学习 成为一个好霸霸 加油 所以就赶快学吧 好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条树洞是什么 生完孩子就进入了可怕的母乳期 这段时间我真的是食不知味 作为吃货 第一次开始了抵触吃饭 不吃 孩子挨饿 吃 但是真的太难吃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食谱推荐来拯救一下我的一日三餐呢 对 确实 好 你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期间 其实我觉得哺乳期的食谱吧 就是除了味道淡一点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禁忌 好 我应该不问这个问题 因为从我们对于周周老师的了解 就是它是那种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去 然后来看看这个水煮青菜 这个青菜夺绿 它有这种青菜的原始香味 而且它的营养保留在如此完善 对 就营养师吃饭就会觉得 就是可能烹饪的技巧没有那么的重要 但是对于营养的成分会特别的看出 对 因为懂得 就是说 怎么说呢 淡一点 但是你的收获会更多 所以我可以选择淡一点的口味 但是我觉得作为妈妈 他们真的也蛮蛮蛮的 是 因为你看 为了孩子她不能吃盐 对吧 肯定很多东西就不好吃了 然后为了自己能够就是奶水充足 然后她还要吃那些很油腻的东西 然后呢 太油腻了呢 自己又会怕胖 然后身材走样 后面肯定各种的敌友都出现了 对 对吧 所以那到底产后的这些妈妈 她们在饮食上应该如何搭配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误区 就是老一辈的人带给我们的 就会觉得说妈妈想要补 就是奶水充足 一定要喝很多油腻的汤汤水水 其实这个油腻的汤水呢 在爸爸妈妈那一辈 老一辈的时候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那时候物资匮乏 就是她的身体可能 缺乏这些 对 她可能身体囤积不了太多的脂肪 所以她需要有热量来让身体 给身体提供能量来秘乳 但是现在的妈妈我们看一下 她其实很多时候 在她的整个孕期 她的脂肪增加的量是很多的 也就是说她的身体 其实已经除备了能量了 可以秘乳了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的食物 不需要太油腻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多喝汤水 然后呢 放松心情 多让宝宝吸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我明白了 就是要摄入足够的能量 产生足够的宝宝的饭 对 然后你如果摄入的太多 太多 你就胖 对 太少 宝宝就要饿 对 是不是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妈妈现在的脂肪是充足的 就是身体因为都胖了 她的脂肪是充足的 不像以前 对 所以她秘乳的过程 其实就是动用自己身体脂肪的过程 所以秘乳会瘦 哺乳会瘦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你在哺乳的时候 吃太多油腻的汤水 那么就瘦不下去了 因为能量太足了 听到了吗 不只是自己要自律 如果家里面你们家的老公 还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赶快管一管你们老婆 对她好一点 让她不要喝太油腻的 但是营养要充足 对不对 其实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的美食设计师 当然是莫莫吧 她给我们做了一个 女性食补特别好的一个食物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就是 红糖玫瑰姜壮奶 我想问一下老师 像这种食材是不是就都可以吃了 红糖玫瑰姜壮奶还是偏温一点的 它是温阳活血为主 所以就是小玉不太适合吃 对 阴烯内热的还是不太合适 对 那我们该怎么样来操作呢 那我们首先呢 其实就要用到姜 姜的话我是要用到姜汁 所以我要给姜去榨个汁 好 我们其实就给它切个这样的小块就行了 因为待会儿放到榨汁汁里面 给它去榨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汁给它滤出来 那我们现在给这个牛奶加热 加热的温度呢不能过高 不能把它给煮开 大概在80度左右 我们现在在给它煮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往里面放红糖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放些玫瑰花 玫瑰花是不是也是偏寒的 玫瑰花本身它也偏凉的 偏凉的 有树干的作用 有活血的作用 所以它偏凉 然后姜又是热性的 是不是也是有一个中和 对 也不会太热 所以小玉也可以和 对 我们刚刚放进去红糖 可以看到红糖这个颜色 慢慢地吸出来了 已经开出来了 对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你看已经 已经有一些小气泡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关火了 怎么撞 撞就是在于一定要很高 这样给它撞进去 这样撞的 因为其实在撞的这个步骤 会让它的姜汁充分地接触到牛奶 因为它是不能搅拌的 我们要把它放在旁边放一会儿 放一会儿这样的话 它会便于它凝固 因为它凝固需要一段时间 经过了一段时间耐心地等待 莫莫说它基本上已经凝固了 对不对 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是 真的 真的 好嫩 对 可以尝一尝 这真的很像豆腐脑 对 我跟你说太棒了 太妙了 而且它有姜味在那里 我觉得骨气血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要吃这样的食物 同时就要跟自己很喜欢的朋友们在一起 然后心情也会变得特别好 对不对 好 谢谢 谢谢莫莫 谢谢莫莫的分享 太棒了 我错录影棚了 这是白了吗 一丁点热量都没有 碰了一圈 幸福生活从哪里开始 家务市的主人不见不散 运后身材走行怎么办 专家教您饮食运动正确方式 家务市的主人即刻为您揭晓答案 那次的那个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喝 然后我们当时觉得 反正如果我是妈妈的话 我也会很喜欢的 对 姜状奶确实很好喝 对 但是说到补铁呢 咱们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就是说对 比如说像食物中间 像咱们的猪肝 还有红肉 铁含量很丰富 那这时候我们再加一个催化剂 就是维生素C 它可以促进铁的吸收 那比如说像咱们蔬菜里面的 甜椒 红椒这一些 菜椒 对 你就拿那个青红椒 或是甜椒来炒一个牛肉 还有胡萝卜 对 还有胡萝卜 这样搭配着 其实这道菜啊 它不仅好看好吃 而且它铁含量很丰富 并且它很好吸收 因为有了中间维生素C 做助攻 好 你看看 朱朱老师只要来到我们这儿 就一定是那个加号 就是那个加号 然后会给我们带来 很多额外的新鲜的信息 当然 如果你还在纠结 铁锅炒菜能不能补铁的话 你真的是该好好地看一看 我们节目了 回去不看 对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下一条的数多问题吧 一位朋友说 生完宝宝胖了四十多鸡 真的吗 身材严重走形 脸肿得根本无心自拍 而且什么衣服都穿不了 心情很烦躁 大家都说产后一段时间内 如果不修复 以后身材就很难恢复了 我也很害怕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快速地恢复身材 其实咱们的身材管理 其实要从备孕的时候开始的 要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这样其实更好受孕 那孕期咱们要控制自己的体重 所以到产后呢 咱们的体重才会控制得很好 但是前期工作没有做好 其实也没有关系 对 我就等着这句话呢 就是前期工作没做好 你还有得救 但是我还是想跟妈妈说 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急 对 因为急了你可能就会慌乱 然后走岔路 选择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 那周二老师之前有人说 就是如果你产后恢复得好的话 整个人可能会比生产型还要好 这种是真的吗 它真的恢复有这么一个时期 能让你焕然一新吗 其实说妈妈恢复得好的话 对 体质会更好 但是你需要注意做到一些事情 因为妈妈在生产的整个过程中 她的盆底肌 她的盆骨 她的身体 骨骼各个方面 它其实都是受到了一次冲击的 所以我们要在产后 其实就要开始这个恢复 产后大约多久开始 顺产妈妈在产后的两三天 她就可以开始做一些产入操 在医生的指导下 做一些这样的活动 然后呢 像一些 后腹产的妈妈 可以根据她的情况来 因为每个人 她恢复的情况不一样 她刀口有一些 可能她恢复快 她就可以早一些 就是一定一定是要 根据妈妈自身的情况来的 其实关于产后修复呢 我们也做过一整期的内容 其中就有一部分是 专门针对产后的妈妈 如何快速修复的一些方法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先看一下 这件事产后修复衣 剖腹产妈妈必备 因为剖腹产之后的前一周 你是个噩梦 你哪怕连睡觉的翻身都疼 那这个东西呢 我当时选这一款 是因为它有双重的一个舒服力 这个可以越来越收 然后它这边还可以再往后收 再紧一点 再越来越紧 根据你每天恢复的状态 而且它可以收这个盆 骨盆这个地方 对吧 它可以往下拉收骨盆 然后这个是在 那个抛腹产之后的前15天 整个伤口完全结在一起的时候 是用这一个的 这是第一阶段 对 第二阶段 接下来我就开始用这样子一件 束身衣了 这不是泳衣吗 对啊 不是泳衣 它在腰部的地方做了束身 而且是下开口的 这个我是整整绑了 都四个月以上了两件叠穿 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呢 就可以比较松一点 像这种睡眠裤 然后它其实也是有点帮助盆底肌 因为你下小腹在收紧的时候 人是紧着的 所以会有一种夹住 下面肌肉的一个感觉 然后腿部也是收住 然后呢 在腰这边我就换成了腰风 小玉呢 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 自律让它自由 对 大多数女性是很难有这种 比较强的自律的 如果是顺产的话 第二天可以把它带起来 然后每天带八个小时 建议呢 就是你在一个月 带一个月的时间 对 把它带 而且我会觉得不要太紧 有一个女明星 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减肥餐 一个食谱 一周瘦了五天 那我就也推荐一款明星吃的 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减肥餐 哇 这才像样吗 这个风速多了 是的 首先呢 它是选择的是一个高蛋白 然后它的做法也都是以清蒸的 或者是水煮的 它减少了脂肪的摄入 而且呢它是少量多餐的 就是分了早中晚餐 还有下午茶 以及汤类饮品 好香啊 一天四顿还有汤类和饮品 看完这个我想生了 哈哈哈哈 而且就是说它这个是主食类也是有的 就是每餐中餐它会有三分之一碗 所以说完全没有主食是不可取的 明白 但我发现你看像 像晚餐吃烤羊排或煎牛排 然后烫青菜 包括午餐也是烫青菜 就是 也就是水煮青菜 对这个很像我们健身餐 荤素 真正的荤素搭配 荤素搭配 对它的意思就是说减少油脂的摄入 明白 但是什么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都有 都有了 但是刘老师您看我们这个就只是一天的安排 那其实对于产后恢复来讲 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所以说就没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遵循的原则 可能按照不同的时间时期 比如说产后多久 然后多久我们可以来不同的搭配 有的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产后一个月之内 我们也就是分四周 第一周呢是以排为主 就是排二路呀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好奇较多 只能是摄入比较 就是说松软一点的呀 比如说稀饭呀 小米粥呀 什么馒头这些 有时软时 相对容易消化吸收的 好清淡的 对 第二周呢 那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就是说 调养气血了 可以吃一些什么猪肝味的 或者一些鱼汤啊 猪肝味这样子 然后经过两周以后呢 第三周 咱们就是一个补 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同时催奶 哦 鲸鱼汤 对对 第四周的话呢就是开始自己养 这个时候养的就是产妇自己 可以再进行就是说 更补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鸡肉呀 猪脚呀这些 嗯 月子是最重要的 就是调养身体的时候 对 身体最趋的时候 对 如果剪的时候呢 是最好的是 出了月子 对 出了月子 最早是从45天 或者是两个月以后是最好的 因为两个月以后 它 咱们那个子宫 不是已经恢复到正常的位子和大小了 就要防止下垂嘛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剪 所以饮食要控制 然后 身材要管理 还要运动 对 但是我还是非常期待 刚刚朱朱提出来的那个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孕妇 她在怀宝宝的时候 就是不敢运动 太流产 对 其实正常情况下 你从被孕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 力量练习 那这个我现在 假设说我现在怀孕了 我肚子里有宝宝 那这个时候 我怀孕的这个期间 我能运动吗 三个月之后 你身体的各项指标稳定了之后 慢慢地开始进行一些 力量练习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能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达达 跟着我们的朱朱教练 来学习一下 那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 是三个月以后 进入孕中期以后 才能做的这种运动 在三个月之前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变时期前的观众呢 如果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家里如果有软一点的毛毯 或者是类似于这种瑜伽砖 都可以用 因为我这个是石木的 泡沫的也可以用 垫在你的座骨的下方 这个呢主要是让一些孕妈 在做这个调戏动作的时候 能够让它的脊柱做到延展 把你的身腔打开 对肩放松 双手大拇指和食指 结成智慧手印 稍微调整好了之后 把你的双手 掌根去夹着这块砖 慢慢的先让手臂向前走 手臂向前 找到你肩膀的稳定性 首先抬起来 肩不要耸肩 把肩去放松 脖子的长度留在这儿 对 来 掌根去夹 对 把胸挺起来 对 生个孩子真不容易 来 慢慢的往上走 对 这样的练习呢 你可以多做几次 往上的时候 你的砖 砖是一个平的状态 宽面是朝向你头顶的位置的 来 继续 慢慢往下 这样的动作 如果前期的时候 你觉得去夹这一块砖块的时候 你会比较费力 那么你可以直接空手去做 慢慢的把手臂向上抬高 对 向上抬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不要把手臂 像扇子一样打开啊 一定要做到 让你的手臂和你的肩 等宽的一个状态 就是不要像这样 去打开的一个状态 并且呢 把你的肩沉下来 对 然后慢慢慢慢的往下走 对 过程当中呢 你的脊柱是直的 很多人会做这个动作 特别是坐立的时候做 会让他的肋骨慢慢的往前 让你挤压你的腰椎 那么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是做到 让你的脊柱稳定 老师 那这个动作 会影响我的胎儿吗 不会的 这个动作它主要是因为 我们平常的时候肩关节 它是长期处于下沉的一个状态 你通过反向的运动 可以慢慢把你的肩关节变得灵活 让这里的血液循环通畅一点 这样是不是为了以后 抱孩子做好准备 是的 肩关节的灵活都会好很多 是吧 对 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 手臂上举的动作之后 还有别的动作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吗 可以 这个是一个肩关节的扰旋 你首先把你的手臂打开 因为我们都是最基础的一些动作 它可能要大一点 手臂 对 手臂打开多一点 慢慢地把你的手臂往下 往上 这个好难 对 这个牵扯感 越小越难 因为越小的话 你的回旋的圈越小 那我就小一点 手臂拉直 让它的 对 一直是拉直的一个状态 对 来 继续 没发现吧 果然是没生过孩子的人 灵活吧 我还能来往里点 太能 那我们在活坐的时候 我知道 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上去的时候 我们呼吸应该怎么样来配合 上去的时候是吸气的 上去吸气 对吧 对 慢慢吸气 下去的时候 上去之后 慢慢地吐气放松下来 去静态地保持 下一次吐气的时候 你慢慢地把手臂向下 我就到这儿了 其实你可以 这样行吗 不你再宽一点就可以了 再宽一点 对 你就下来了 还是不 再宽一点我也下不去 再宽一点 再宽一点呢 再宽一点就成了平的了 就下去了吧 对吧 但还是有感觉的吧 菜姐 你看 我已经快要打成平了 这个好难啊 这个就是平常多练习 慢慢慢慢地 它的灵活度就会好起来了 在孕期的时候 做运动可以有 特别是一个瑜伽的 俯视呼吸的练习 可以让你在顺产的时候 能够帮助你去完成 你的脂肪的收缩 你看就是还是要动起来 对 对吧 但是还是对于那些 剖腹产的妈妈 她们的动就是可能 会比顺产的妈妈 要稍微更注意一些 对的 因为她们有伤口在身上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饮食上注意一些 其实可以促进它 更好的恢复 就是刀口吗 对的 因为其实我们伤口 在恢复的时候 需要一些材料 就是蛋白质 然后呢 恢复是需要蛋白质啊 对的 它伤口的恢复 其实是需要蛋白质 来作为材料的 对 那就应该多吃高蛋白的 对的 就是像我们的鱼肉 淡奶豆 这些需要多吃一些 鱼肉淡奶豆 这些都是一些 优质蛋白质的食物 除此之外呢 还有铁 鑫和维生素C 它也可以促进 咱们伤口的愈合 所以像什么呢 那具体吃什么呢 对 红肉是好的 因为它富含铁 也含有蛋白质 像咱们的贝类 中间有丰富的鑫 对对对 蔬菜水果中间 有丰富的维生素C 所以就是把这些食物 然后呢 加入到咱们的餐盘中间来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可以 这碗豆腐蛤蜊汤 它里面就有 优质蛋白质 还有贝类 然后呢 再搭配一个 青红椒炒牛肉 又有优质蛋白质 又有维生素C 其实你食物看起来 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从营养上来说 它们其实真的是有讲究的 对 其实这两个 你其实你可能 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 不会想到 把它们搭配到一起 对 但是这两个菜 拼到一起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因为它们可以 互相促进吸收 对的 好 那吸收了之后 你看咱们身体 就可以动起来了 对吧 当然如果说 就真正的去做瑜伽 可能对你们来讲 觉得还稍微难了一点点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方法 在家里面 就可以通过几个小动作 来先慢慢地运动起来 我记得我们这期节目当中 教练就专门提供了 一系列的这种小动作 在家里面就可以做的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这个健身计划 主要是用一些 偷妇产和顺产 六个月之后的妈妈们做 首先关于肩关节 和手臂力量的练习 我们仰卧在瑜伽垫上 把你的双手臂打开 掌心向上 手臂保持弯曲 手臂和你的肩一条线 吸气的时候 慢慢地把你的手臂向上 尽量地让你的手臂 贴着地面去动 把你的肩沉下来 不要让你的肩紧张 肩慢慢地下沉 肚子收紧 吐气 慢慢向下 回到手臂一条线的位置 来继续 吸气向上走 吐气 慢慢向下 每个动作建议 产后的妈妈 每组做15到20次 做3到4组 其次一些手臂力量的练习 如果你在家里没有哑铃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用矿泉水平 可以同时握住矿泉水平的同一个部位 慢慢地把你的手臂放松 双手握紧 慢慢地吐气往上走 慢慢向下 继续向上 向下 向下收的时候 不要完全把你的手臂伸直 不要把力量松掉 松到一半 并且不要让你的腕关节 慢慢外旋 保持你手腕处于中立位 继续向上 向下 肩始终保持放松 这个动作呢 同样的 也是做15到20次的样子 下一个动作 如果家里有墙壁呢 我建议大家去找到一面 比较平直的墙 双脚呢 打开 跟你的骨盆是等宽的 保持你的身体啊 处于立直的一个状态 不要往前的时候 让你的身体拱起来 弯腰拱背 身体立直 手臂 与你的肩等宽 慢慢地 手臂向下 走 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去调整你手的位置 肚子收紧 身体成一条线 慢慢打开 手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 背部的力量练习 把臀去放在墙上 双膝 分开跟你的骨盆等关 脚尖的方向 与膝关节的方向一致 身体略微地前起 这个时候呢 你依然可以去拿两瓶矿穴水瓶啊 慢慢地把你的手臂向后 后缩 去找到你背过肌的发力 慢慢地手臂向下 这个过程当中呢 把你的臀带 把你的双腿 继继继续地收紧上踢啊 腿部的力量不要松掉 吐气的时候 肩胛骨内收 吸气 手放松 继续向上 慢慢放松 这个是一个背部的力量练习 下面呢 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腿部力量的练习 给大家设计的动作是 靠墙近蹲 双脚打开 慢慢地去让你的身体下来 后脑勺 靠向你的墙的位置 把大腿的肌肉收紧 膝关节不要内扣 或者是外翻 眼睛看前面 这样静态地去做 如果还可以的话啊 你可以尝试让你的手臂向上 下巴平行地面 眼睛平视前方 把肩去放松 静态保持 15到30秒的时间啊 起来的时候 先把手去放松 通过推动墙面 慢慢地把你的身体励志 这些动作呢 就是你在家里的时候 可以选择性地去做啊 今天呢 我要分享的一些动作 就是这些了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去完成 好 谢谢大家 好 你看 咱们这些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产后需要注意的东西 对吧 但我觉得其实你不能总是要求产后妈妈去把这些都记下来 都做到 产后爸爸你们在哪里呢 对不对 对妈妈的情绪好不好 爸爸很关键 很重要很关键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家庭添了一个小宝宝 对于一家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对 不仅妈妈要面对很多的改变 爸爸也是一样的 对的 也是要为这个家庭去多做一些努力 是的 亲子之间 夫妻之间都要做很大的努力 对 这个是我们整个家庭的全新的和谐健康的开始 对吧 是 想品质生活做精致的家务事的主人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困惑或者是问题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的公众账号 添加关注以后呢 和我们进行线上的互动 当然关注我们家务事的主人的微信号 也有机会进群和我们的各位专家达人一起互动 更多福利等待着大家 最后让我们锁定江苏卫视的周一到周四的傍晚 在这里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by bwd6